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嗨大家好我是MING PAO TORONTO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購屋以後你每年需要繳的稅款 還有你房屋修善預期有可能會產生的費用 直接進入主題 我目前就是有收集到的 收據資料都整理在這 但是因為有一些稅款我可能直接刷卡 或是線上繳費我就繳掉 那我會用存折或是信用卡繳紀錄輔佐 首先會是房屋稅 每一個人買房子都會收到房屋稅 然後還有地價稅 你可以上網去找很多關於這些稅款計算的方式 但最簡單的說明就是 房屋稅就是用你房屋的價值去計算 是住用稅率 是你房屋價值的1.2% 如果你有營業用的話就是3% 不是住家使用也不是營業使用 就是2% 這個都要去注意所以才會有很多人說 你要去申請自用住宅 就是因為不僅是房屋稅連地價稅 都可以一起影響 這些省下來的錢其實非常的多 房屋稅就是用你房屋的價格 去乘以它的稅率 所以你會算出一個屬於你自己的房屋稅 那每年它都會幫你計算好 寄發給你 你也可以先上網路 然後去預估你自己的價錢 再來一個呢就是地價稅 那地價稅跟房屋稅不同的是 地價稅是算你土地的價值 如果你是透天錯 或者是你是大豪宅那種一整棟的 或是你田有很多你的土地很大片 那你就是用這一片土地的課稅 地價去乘上適用的稅率 可是如果你是住在大樓裡 大樓你可以吃分到的土地 其實就很小一塊 所以大樓的地價稅會便宜很多很多 可是因為你的房屋是新的 總樓層數比較高 房屋限制比較高 房屋稅就繳得比較多 所以我的房屋稅比我地價稅多非常的多 如果你是住在透天的房子 有可能你透天吃分到的土地非常的大 可是你的實際上房屋的價值 並沒有這麼高的話 那你可能地價稅會很高 但你的房屋稅可能不會這麼高 這兩個東西會是你未來在購物的時候 你必須算進去 也一定一定得支付的成本 那我的房屋稅是5102塊 再來呢因為我的房子有做公司使用 那我的公司算是一小塊而已 就等於我不是整個家裡都當做一個辦公室 會去申請自用住宅的原因就是 如果你的家沒有任何營業上的使用 就是你自己住的話 你就要趕快去申請 因為你沒有申請 他就會照營業使用的稅率去算 那營業用是3% 3%跟1.2其實差很多 如果你的坪數一大起來 其實會非常的驚人 如果申請自用住宅的優惠稅率 你又把它申請成 像現在很多人會做網拍的工作室啊 然後設立公司啊 不要緊張 你只要有登記一定查得到 所以像我本來有登記自用住宅 但是我去登記了公司之後呢 我收到我的房屋稅的單據 然後我繳稅完 緊接著就會收到 這個區地方稅務局 他們就會查到 喔你有登記公司 所以上面是寫 某某公司營業使用 然後用16.9平方公尺 就是從3月開始這一小塊的面積 就會採用營業稅率3%去計算 課增我的房屋稅 這一小塊可以課增我的房屋稅 然後它就會多補一個稅單 證明我就是確定有用營業使用 然後我要去補繳這樣的稅款 但因為其實如果像現在你們想要自己成立工作室 自己想要做代購網拍或是自行接案的話呢 因為你的空間不會很大 課增的房屋稅不會很高 好像我自己就是404塊 然後這就是補徵收的房屋稅 一樣你用手機刷卡或是去便利商店繳費都ok 可能一般人一開始沒有想到的 如果你要成為自己的工作室或你要成立公司 然後一小塊的話 這些費用我自己目前覺得不會非常多 與其你去租地址 或是有時候有些人會去租商辦中心 如果你只是為了要成立公司的一個地址的話 不用擔心你的房子成立公司會增加太多的稅款 甚至我知道有些人租房子 他想要變成公司或是工作室使用的話 你跟房東談一下自己多負擔這個房屋稅或是地價稅 我覺得都是沒有太大問題的 講完了房屋稅之後呢 緊接著跟他相關的就會是地價稅了 我自己的地價稅是481塊 這個是去年的費用 地價稅跟房屋稅唯一的差別就是 房屋稅是按照你使用的期限去課徵 假設我現在開公司是3月到5月 那他就是3到5月這一段時間用營業用的稅率3%計算 可是地價稅呢 它是一整年的 你在9月22號以前一定要趕快上網 或是填寫紙本資料去申請 你自己到底是自用住宅還是有營業使用 因為這兩個的稅率其實相差的非常大 如果你沒有申請自用住宅 原本課徵的稅率是千分之十 但是如果你申請了自用住宅 它課徵的稅率是千分之二 等於你差了四倍 如果你是土地面積非常大的 或是你真的是家裡有個大庭院的 賺起來就會差非常多很可怕 現在都可以線上申請很方便 你不管是線上申請 甚至地方稅的急診機關 有的可以用線上加視訊 你人真的都不用出去 這真的是一個 很多人會忽略小細節 可是他卻可以每年幫你省下許多 根本就不需要支出的花費 那地價稅的自用住宅跟一般用地的稅率 跟我剛剛說的房屋稅也是一樣的 所以我今年應該也會收到 就是我營業用的一個小區塊 它是收取千分之十的一般用地價稅稅率 我其他自用住宅的部分就是 千分之二的自用住宅地價稅 那怎麼樣才可以符合自用住宅 主要就是呢 你的房屋不能有任何的營業跟出租使用 都市區的土地以300平方公尺為限 然後非都市區的土地呢 以700平方公尺為限 然後因為地價稅是一整年去計算的嘛 所以意思就是 當你今年9月22號前沒有申請 今年1月到今年12月31號這一整段期間 它計算的方式就是同一個稅率 你沒有申請它就是用千分去試 它不像房屋稅這樣子 是一個月份一個月份的按等比例去計算 大家一定要仔細申請之外呢 如果你沒有辦法親自到現場去申請 你可以從網路上申請 你可以用市區申請 這些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講完了剛剛的地價稅跟房屋稅之外呢 其實還有一個東西也是大家蠻容易去忽略的 就是你房屋的保險 因為有貸款的關係 所以都還會再附加一筆 就是房屋的地震火災險 那我的地震跟火災險呢 是房屋貸款的時候 它本來就會強制你要去申辦這個保險 所以它就會直接從你交貸款的戶頭裡面直接扣款 我的費用就是2466塊 那如果你的貸款已經繳輕的話 其實銀行就不會要求你強制要保這個保險 我覺得其實這個保險蠻必要的 因為如果有地震或是火災 這些都是台灣蠻容易發生的 然後你每年要繳的保費也不會很高 買起來算是一個安心 如果你的貸款已經繳完的話 自己可以去注意一下你要不要多保這個保險 那因為我這邊有機場補助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很幸運 因為我一年有1萬塊的機場補助 基本上就是負擔了前面要繳的地震火災險 保護稅跟地價稅 我還有一個每年每人1500塊的機場健保費補貼 所以我前面這些花費基本上就是完全的支付了 我就覺得意外中的幸運 當時真的沒有想到我有這麼多稅是需要繳的 如果你們的區域是沒有這些補貼或是補助可以申請的話 你真的就是要把這些費用都抓在你日常花費裡面 扣除前面這些費用之外 我覺得房屋自己居住的時間變久的那些修繕費才是最可怕的 因為我至少還是住新城屋 建商還是有防水保固跟房屋的保固 前兩年花的錢都是非常非常少 任何問題啊連我們的燈泡壞掉 都是建商直接會幫你換新的 入住的一年保固已經過了 所以我首先先迎接到第一個需要花費的大筆開修 就是我的抽水馬達 入住到現在我們這個案子已經到第四年還是第五年 所以它原本附的抽水馬達是很陽春的那種 抽水馬達就因為最近輪流停電的關係就都壞掉了 不是它自己壞掉 是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前陣子我們這一區超級容易停電 一直斷電然後導致抽水馬達可能就會空轉 然後它就壞掉了 可是因為也過保也不能請建商來維修了 所以我們就只能自己換 那我們自己有換比較好一點的抽水馬達 所以我大概花了4700塊 近期以來覺得我心最痛的一個花費 怎麼會比我的那些房屋稅地價稅還貴 再來就是電燈的修繕 現在裝的這種普通的電燈都是不太需要換的 可是廁所的燈啊或是陽台的燈啊 本來有一段時間就需要更新 廚房的燈也需要更新 所以大概自己換了四次還是五次的燈泡 然後一個燈泡100塊的話也大概花了500塊400塊左右 除此之外呢大致上沒有什麼需要更新修繕的費用 以上就是一年來房子大部分需要的開箱 那因為是新陳污水開箱 我真的覺得算是非常的低 我沒有什麼需要漏水維護 然後去翻新調整的地方 可是如果你的是中古屋或是老屋 有可能你會面臨到更多需要更換問題 可以在你準備要購物前 你就先準備好一筆款 像是你未來雜費都可以去支付的 才不會買完房子以後覺得怎麼 我身上剩沒多少錢壓力很大